有線歡頻說,旗下的奇妙電視,申請免費電視牌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超過一年都未有結果,審批工作一再拖延,勢必留給下屆政府。 又說就算當局同意發牌,現有兩間免費電視台又表明控告政府,作為申請人,沒有辦法決定是否接受牌照,甚至是否投入資金準備開台。 建議政府展開新一輪公眾諮詢,看看公眾是否希望有更多更加好的免費電視節目可供選擇,以及應不應該為了避免現有免費電視台倒閉而維持現狀,呼籲其他申請機構支持公眾諮詢。 同樣有申請牌照的城市電訊回應說,相信政府將會執行1998年訂立的政策,有信心獲發免費電視牌照,此外沒有其他回應。 而電訊營科發言人說,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已經遞交有關申請免費電視牌照的所有主要資料,正是等待政府的決定和公布,目前未有其他評論。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說,政府一直根據既定的程序,盡快和謹慎地處理申請,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牌照申請作出決定後便會公布結果。 香港寬民電視記者,韓榮生。